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保罗和巴拉巴离开塞浦路事后去了哪里? 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 以后今天中文版的《者国圣经》将学习使徒行传的第13章13到25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保罗和他的同仁从帕佛开创来到庞菲尼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 来到比西里的安提亚 在安息日进会堂座下 读完了律华和先知的书 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 对他们说 二位宣台若有什么劝勉重能的话请说 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 以色列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 这以色列名的神捡选了我们祖宗 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 抬举他们用大人的手拧他们出来 又在旷野浓冷他们又有40年 寄灭了迦兰地七族的人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 之后给他们设立事实约有450年 直到先知桑布尔的时候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 神就将遍兰明治派宗 基氏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 既负义的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选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和我心意的能 凡是要遵循我的旨意 从正人的后裔中 神已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 立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稣 在他没有出来以前 约翰向以色列民众宣讲悔改的西里 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 你们以为我是谁 我不是基督 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我解他脚上的鞋带 也是不配的 那么在这一站当中 我们开始了解保罗的旅行 以及他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 外邦人当中的事工 那么在这次旅行当中 他和巴勒巴以及他们的助手 又和马可图一起行的 他们离开安提亚后的第一站 是塞福路斯岛 他们在纯道传道 那么我们不知道 这花了多长的时间 现在保罗巴勒巴和约翰马可 要离开塞福路斯 前往 庞菲尼亚省的别家 他是位于今天的土耳其的南部 那么在这里 约翰马可就决定 结束行程 防徽耶路撒冷 那么我们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离开 但从第15章当中 我们会发现 他的离开并不是计划好的 在这里 约翰马可还是一个年轻人 当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暖弱的基督徒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会变得更加的坚强 这一点在保罗后来的著作 彼得的著作 以及他是马可福音的作者 这些事实也得到了证明 那么有关保罗在别家的记载并不多 他们后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 这一座城市是位于别家 一个160公里处 保罗将在安提亚讲道 这会占据本章其余部分的 大部分的内容 也有时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会把讲道 分成两次课 希望大家注意到 他与第七章 斯提法的讲道之间的相似之处 那么这次讲道的背景是 安息日在安提亚的 犹太人的会谈里 他们进来做下听述律法族和先知的书 也就是所谓的旧约之后 任何有寸戒的话语 灯人 也就是任何犹太人都可以发言 保罗就起来发言 保罗想利用这些人 已经知道的知识 向在场的犹太人指出 律法和先知的最终的实现 弥赛亚耶稣 保罗这种埃亚伯拉罕开始 他没有向他们讲述整个人历史 他指出了 以色列的神选择他们的祖先 并在人民居住在埃及的时候高举他们 那么既然上帝提升了他们 他就不允许以色列人留在埃及 而是用大人的手将他们带了出来 但是由于民宿记当中所记载的 以色列人的判例 这位神就与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受苦了 大约40年 但在约书亚时代 他实现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征服了迦兰人 并通过抽签将同地分给了以色列人 那么来到第二时节 我们可能会看到 使徒形状当中最难调和的一段经文 在英文的New Kim Jane版本当中说到 此后他赐给他们四十级四百五十年 直到先知三木尔为止 但是从我们对四十级的学习当中 我们知道四十时代大约是开始于1350年 到参孙为止 也就是公元前1078年 大概只有272年 那么如果你把从参孙到扫罗的时代 也就是这个时期包括 把三木尔算进去 可以再加上二十八年 就达到了三百年 如果你算上希赖山 从希赖山到四十值结束的这段时间 你可以再加上九十六年 总共达到三百九十六年 但是这仍然与四百五十年有较大的差距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 是否保罗弄错了 圣经中是否有一些失踪的年份呢 或者是有其他的解决的方案 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阅读 另外一个的翻译版本 你可能就会明白的 那么在新美国标准圣经中的使徒形状 第十三章第十九到二节 到十九到二十节读到的是 当他在迦南地消灭七个国家时 他将他们的土地分给他们为业 所有这些大约花了四百五十年 这次之后他赐给他们四十 直到先知撒木尔为止 另外一个英文标准版本的圣经说 在迦南地消灭七个国家之后 他把他们的土地赐给他们作为产业 这一切花了大约四百五十年的时间 之后他给了他们四十 直到先知撒木尔 那么造成这一种差异的原因是 教新的圣经译本使用不同的手稿 来翻译新约 那么一些学者认为手稿会更好的 这就是我们要让你自己花点时间 去学习的一个原因 但是在英文版的 这个版本当中所谓使用的手稿 和英文标准版使用的手稿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 只是在有一些地方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说这里的十度形状第十三章二十节 因此如果我们采用新美国标准圣经和英文标准版的圣经的翻译 四百五十年并不是指出埃及到扫罗王的时间 而是指从以色列在埃及的时期到他们占领应许之地的时期 那么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十三节说 他对亚伯朗说 你要时时在这里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必侍奉他们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他们后来在旷野四十年 从约书亚记中 我们还了解到以色列花了七年的时间去征服迦南 所以把这些年数加在一起就得到了四百四十七年 也就是大约四百五十年的 这就告诉我们 在这种情况之下 英文标准版圣经和新美国标准圣经 在这一节经文的翻译当中所使用的手稿可能是更为准确的 因为他们准确地证实的旧约已经告诉我们的事 那么为什么英文版的New King Dream版本用来翻译的手稿读起来会有所不同呢 因为在抄写旧的手稿过程当中 在第二十节明显存在着抄写的错误 这个错误后来延续到了其他的手稿 但不是全部的 那么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经文的绝对正确 这仅仅是使用于最初原始的手稿 在那之后可能会存在 一直存在着抄写的错误 尤其是在一些数字的方面 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手稿来和对用时的内容 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样 那么现在回到保罗的讲道 保罗基本上是在告诉以色列人 神信守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尽管从他们在埃及被奴役开始 他花了450年才这么做 然后他给了他们试诗 直到先知萨姆尔 之后以色列要求设立一个国王 神就赐给以色列他们第一位的国王扫罗 一个来自边亚明之派的人 他统治了40年 但是由于他的罪 神在扫罗家族之外 就兴起了另外一个能作王 就是大卫 神称大卫是一个和神心意 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的人 那么正是通过大卫的后裔 神最终实现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也就是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 祝福世界 大卫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么救世主是从大卫的后裔当中 诞生的米赛亚 保罗称他为耶稣 到目前为止 保罗并没有说任何犹太人不知道的事情 他们正在等待米赛亚 但保罗在这里指出 耶稣就是米赛亚 犹太人怎么会知道这一点呢 因为旧约也预言 有一位会在米赛亚面前 指引他的道路 保罗认定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 他来传讲悔改的洗礼 那么施洗约翰在传道时说 有一个人在他之后来的 他自己甚至不配帮他解鞋带 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 第一章29节当中指出 耶稣就是这个人 因此保罗像斯蒂芳一样 试图从犹太人的经文当中 向他们表明为什么耶稣是他们的目标 以及为什么他们应该服从他 但是保罗还没有完成 因为他还没有解释 死后的耶稣如何成为救世主 也就是旧约当中所说的米赛亚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 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hold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